白大哥说他和老伴已经连续三年去海南过冬了 到那儿生活既能保养身体又经济实惠 实在是一举两得 如果不是因为老伴去年年底因病离世 今年这个时候啊 他们又要准备出发了 干 发现的时候它就是晚期了 那你原来没有啥证物 一点证物没有 干也没有 那是为啥向医院检查去了 他就是咳嗽销售 完全到三亚检查 那你是在海南的时候发的病吗 对 就在那儿 在那儿 晚上在三亚看 2019年12月15号 老伴离开了人世 白大哥这时才真正意识到 啥叫人没了 这人在呀吧 被嚼啥 但一走了以后 确实很难受 就不能想 我有时候不少士兵 都在手机里 我不敢放 我一看我就难受 对白大哥来说 只有再找一个伴 才能真正填补 内心上对老伴的想念 白大哥就想找个不太吃肉的老伴 以后一起去旅游 红娘就想到了 同住在吉林市的 王燕丽 王大姐 她会是白大哥 要找的人吗 你好 是王大姐吗 是 你好 我是红娘小关 你好 你好 王燕丽 57周岁 退休金2300元 常年做护工 无住房 大姐 这个是你的房子吗 不是 是我租的房子 你租的房子 你自己没有房子吗 我自己离婚没有房子 因为孩子给他 我清晨出后我啥都没要 这么多年一直租房 租了多少年了 24年了 一直都租房的生活 你也习惯吗 我已经习惯了搬家 我都走搬家 就这十年没搬家 这十年 你在这住了十年 我跟房子处得挺好的 反正她房子我也不造 我来一下子 都是我给她收拾的 这暖戏都是我换的 这都是我买的 她那柜都是老事的 全是老事 这个柜 因为别人不要的 医院不要的 那小贵我都捡不了 我自己刷 这墙蓝色的 就是原来就这样了吗 不是 她家从来没刷过 都是我来 这些人都我自己刷的 你自己刷呀 全是我自己刷 自己下手啊 全是自己 谁也不找 就我 就条件都刷啊 所有人活都我自己 就我这基本里 你打听都知道 我这干活出名 王大姐不仅吃苦能干 心地更是善良无比 只要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她永远都会慷慨接纳 要换的了 那个捡泡辣的了 晕倒的了 病人胆子怕热 我就回家求药 我还回家给拿吃的 那昨天我参加婚礼 我们这楼头呢 那个农村的 打着嘎的 打着租房的 炒土豆丝的 那老爷子 闹起酸奶奶的嘎 我拿回来 那个撕起丸子 昨天我给他拿去一半 他家挺困难的 反正只要我有 我不扣 就大咧的 不管陌生人 很熟人 我也不求什么回报 反正 没关系 这股建议 我来说 我来说 这股建议